守卫的灵魂哀嚎着被拉出了体内 泰瑞尔神剑所指 昔日备受天使们尊重的智慧大天使马萨伊尔 如今已经走火入魔 成为了堕落的死亡天使 至高天曾经有五位大天使 高傲的勇气大天使因普瑞斯藐视人类 甚至提出过毁灭人类世界 而正义大天使泰瑞尔却坚决反对 至高天法令的僵化让泰瑞尔极度失望 他取下了自己的双翼 选择以凡人的身份来拯救这个岌岌可危的世界 事实证明他是对的 大魔神迪亚波罗杀入天界之时 包括勇气大天使因普瑞斯在内的 至高天大军根本无力抵倒 后来七魔合体的万恶之源被奈飞天击败 灵魂被封入了黑魂石 但这块黑色的灵魂石散发出浓烈的邪恶气息 连至高天的天使们都会受到污染 泰瑞尔重新组建了新的赫拉迪姆卫队 将黑魂石封印在一处隐秘的庇护所 尽管他也意识到这里也迟早会被发现 但没想到敌人会来得如此之快 曾经的智慧天使如今已被死亡之力污染 他疯狂地想要毁灭所有带有恶魔血统的生物 包括人类 为了达成这个目的 他将目标对准了这块蕴藏魔神之力的黑魂石 强大的死亡之力轻易地压制住了泰瑞尔 去找涅法雷姆 泰瑞尔举起了手中的神剑 但如今的马萨伊尔已经成为了死神的化身 几乎拥有了不死之身 肉体繁胎根本挡不住那可怕的夺魂之连 变成凡人也并没有恶魔的血统 天使的灵魂并不是马萨伊尔的目标 但如今也没有任何人能阻止死亡天使 取得那可怕的魔神之力了 而在另外一个隐秘所在 一代奈飞天已然苏醒 几个盗墓贼进入了古老的墓穴 这里没有黄金财宝 只有无穷无尽的恶魔大军 无路可逃的盗墓贼来到了一处 富满神秘符文的大门之前 学者观察后发现了地下的机关 需要三个自愿者的鲜血才能打开大门 几人毫不犹豫地按上了机关 手中的鲜血流过 地下的符文缓缓地启动 那道布满符文的大门真的打开了 他们慌忙地逃了进去 但学者发现这里根本不是什么墓穴 而是一处被封印的神殿 墙壁上写满了禁忌的符文 学者甚至不敢宣之于口 但盗墓贼眼中却只关心黄金 就在此时一道诡异的声音响起 盗墓贼发现一滴血滴在头上 他一抬头就看到了恐怖的情景 突然他感觉身后有什么东西 回头一刀斩出 那竟然是先前已经死去的队友 盗墓贼们被吸上了身后的石柱 地上的激光缓缓地启动 而那道人影一阵闪烁之后现出了真身 正是第一代内飞天 诡异的皱纹在他口中响起 盗墓贼的血液在空中描绘出了一道古老的浮阵 在他的引导下 双眼迷茫的学者完成了最后的仪式 仪式正式启动 无数鲜血喷涌而出 在空中凝结成了一道血衣 又仿佛是一道胎膜 古老的气息缓缓地显现 学者临死前的瞳孔中映射出了可怕的末日 古老者终于苏醒 完美的身体 恐怖的气息 他正是人类的创世圣女 地狱女王莉莉丝